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鍾南山院士 今早就在廣州開了記者會 在記者會上說了一些說話 令人大開眼界 他說雖然首先出現的地點在中國 但源頭不一定在中國 這個說法當然已經有邏輯的問題 首先出現在中國 在中國發現在中國擴散 然後傳播到全世界 但他說不一定在中國 如果不在中國的話 有沒有一些科學證據 可以說明是源自於哪處 他這種說法擺明就是無賴式的辯護 而且中國有些評論 還敢走出來指控其他國家 就說他們的防控工作反應慢 比較落後 這些根本就是說風涼的說話 在事件還未平息以前 就已經開始有散改歷史的傾向 實際中國人真的非常喜歡散改歷史 逢有些什麼可以幫自己面上貼金 他就說是源自於中國 反正那些東西是負面的話 他就說這些東西不是源自中國 比如說這個四大發明已經是 整天吹水就說中國有四大發明 不斷幫自己的國民洗腦 意圖塑造一種文明古國的形象出來 就說這個造紙術、印刷術、紫藍針和火藥 就是中國率先發明的 實情當然就不是這樣 先說造紙術 造紙術是東漢的塞倫 他就做了一種叫做纖維紙出來 但是古埃及在公元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開始用一種叫做紫砂 做了一種紫砂的草籽 那些紫砂草籽是從哪裡來的呢 實情就是在尼羅河採集的所謂紫砂 是一種植物來的 換言之古埃及的造紙技術 就是被中國領先了三千多年 只不過塞倫造紙出來的成品 其實就是比較貼近現代意義上的紙 當然中國人凡是可以幫面上貼金的東西 就說是源自於他的 再比如說這個火藥 這樣就算了吧 火藥實情在這個徐堂的時期就出現 那種叫黑火藥 黑火藥來說 如果要應用於軍事用途的話 就要包含三種成分 分別就是燒石、硫磺和碳木 而且那個份量 那個比例要調得剛剛好才行 所以徐堂出現的那種黑火藥 其實根本上是用不到在軍事用途上的 就只能用些什麼呢 做炮竹拿來燒炮掌過年來用那種起慶的時候 那後來為什麼又可以有些所謂紅衣大炮出現 又可以射出的彈藥出來呢 其實就是從西方引入回來的 人家就把它改良了 真正可以從那口大炮射出來 根本上中國人很喜歡幫自己面上貼金 對呀 黑火藥是源自於你的 但你那種成分根本上就不可以發射出來 只是人家的燒炮掌用 你想想四大發明都是烏理彈道的 更何況其他東西 中國人很喜歡散改歷史 中國政府很喜歡散改歷史 歷朝歷代都喜歡的 尤其是現在更加熱衷於散改歷史 所以為何YouTube那麼多黃標就是這樣 這條片都不准你說某些敏感議題 一提述到某些字眼 馬上就黃標了 剛才那條影片才好笑 一上傳到去 根本上他在處理當中 就已經不讓你教有廣告 不讓你有盈利了 這條片一放上去就已經是黃標了 根本上他就要你這些網媒收檔 當這些網媒或者自媒體 只能夠有時間的投入 就沒有其他回報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慢慢被陰桿 所以我在這裡又要再三多謝 所有加入了成為我們頻道會員的益友 所有在直播期間有幫手Super Chat和Super Sticker 或者通過其他方法資助我們的益友 以及所有收看我們節目的廣告的益友 其實一段影片怎樣分辨它有沒有黃標 你看它有沒有廣告就知道 如果看完整條片都沒有一個廣告的話 那條片就已經是黃標了 如果你在看的時候也有廣告的話 那條片還是正常狀態 是你在看那一刻正常 可能三幾個小時後又變成黃標也不定 所以我就打算做一個播放列表出來 那裡頭的所有影片都不會涉及任何敏感話題 那大家就可以在任何時間 重溫這些影片 都是對於我們的頻道的一種支持 好了 接著就想說說關於這個床頭師的事件 這間孔聖堂中學的處理副校長 因為在個人社交平台 即Facebook上 就張貼了一手的床頭師 然後就被一個警察篤灰 接著就被校董會問責 最終結果就怎樣呢? 就是這個副校長遭到免職 鄧東姑 然後就淪懷一個普通教師 教席就保得住了 不過副校長的頭涵和薪酬就保不住了 這件事件的本質 其實很明顯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壓 以及剝奪言論自由 不單是剝奪這名教師的言論自由 而且是剝奪全港十幾萬教師的言論自由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是立場先行 不是說這個教師所張貼的床頭師 是諷刺警察的 我就去盲撐他 而是無論那個教師是黃師也好 藍師也好 其實都應該享有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就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為什麼要遭受到這種處分? 為什麼要遭受這種不堪的後果? 一個黃師當然是可以張貼這些床頭師 哪怕他到底是預先知不知道這一手是床頭師 一個藍師同樣地也可以在網上罵人蟑螂 這就是不正確說得對 哪一個有道理哪一個沒有道理 真理就是越辯越明 就算變不明白也好 他仍然會享有言論自由 這樣才是 現在的中學校董會就說 這個教師貼了床頭師出來 對於學校就有嚴重的影響 所以就要處分他了 這些就是不對 而且標準又不一致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在去年的九月中左右 有一名元朗天主教中學的副校長 好像姓陳 他正是被人拍到在天橋上 在亂撕掉連儂牆 是不是? 撕掉連儂牆以後也不要緊 而且他跟一個圖人對馬 在對馬當中還說髒話 為什麼這個副校長 同為副校長 大家同一個職級 為什麼那個到現在為止 都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呢? 他在這裡說髒話 對嗎? 既然那個所謂教師的守則 是要全時間來遵守的 在公余時間來遵守的 我先不跟你爭辯 到底這件事是否合理 為什麼那個教師 遭受到這麼多投訴的情況下 仍然是沒有任何後果的呢? 而這個只不過是被一個人篤灰 他馬上就要鄧東菇了 這些就是擺明是搬龍門 就是標準不一致 你懲罰這個黃絲的教師 為什麼那個藍絲的副校長 你不懲罰他? 對不對? 實情兩個都不應該懲罰 根據我的準則就是 因為他就是有言論自由的 是不是? 而且在他的公余時間 你又規管他 是不是傻的? 做教師不是做聖人 不是天主教封聖 對不對? 做教師也是做人 只是打工 他下班以後 就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有自己的私人活動 而這些活動 這些時間和空間 是不應該規管他的 如果不是他做教師 才不是向你賣身簽的賣身啟 直到他退休 以前都不可以有任何私人活動 如果這些私人活動 是稍為違反了你的主旋律 就要讓你來懲罰 這些是做教師還是做奴隸的 請問 而且我主要還要批評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就叫做教協 他們在這裡立場曖昧 就好像覺得這首詩好像有問題 所以他們只是關注這件事件 你作為教師最大的工會 而且你號稱自己是民主派 你應該對副校長被免一職 你就要對他作出聲援才是 就不是純粹發聲明出來關注 這些完全是軟弱無力 你到底有沒有行動上支持過他 如果沒有的話 很明顯就會出現一種惡性循環 就會使得所有教師為免麻煩卻步 簡直是自行禁聲和滅聲 也不想說 一說的時候就有機會被人篤灰 一篤灰校董會就會調查 原來一調查的時候 永遠對於教師是不利的 到時候就剩下什麼聲音呢 只有阿如奉承的聲音 只有歌功頌德的聲音 只有一個單一的聲音 就是拆鞋的聲音 所有其他意見全部都收檔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遭受到這些不合理的懲罰的時候 原來工會也不支持他 然後其他教師也無動於衷 那他們就沒有了言論自由 對不對? 其實Youtube也是一樣的 當你有些影片提及到一些敏感的話題 或者字眼的時候 他就將你黃標 好了 當你不提及的時候 他也將其他影片也黃標了一份 根本就是對於網媒和自媒體的打壓而已 所以這件事就很依賴各位益友的鼎力支持 否則也很難捱得過去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不知道這段影片會不會黃標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